我们就可发觉,面貌是无时无刻不再变化的。 我们一般军习惯也相貌肉人,但相貌却不是永恒的。 我们的肢体也不是真我,某些人不幸失去了一只手或一只脚,仍是好好的活着。 我们的内脏呢,现在科学昌明,其致己能把动物的心脏成功地质入人体。 我们不能因此说,个人不是他自己了。 就算猴的脑细胞,从我们一出生就开始不断地在坏死减少和变化之。 因此,有形有象的肉体,只是真我的一个工具而已。 肉体虽然看似真实,却无时无刻不再改变之中,不需数十年,又变成一堆黄土。 因它不是永恒的,我们称之为价我。 对于真我和价我有所了解之后,我们也就可以了解,我们为什么要求到了。 如今我们非常幸运能有机会求得天天大道,求得的就是三宝。 三宝简单明了,但也博大精深。 其内容在求到时会详细解说。 现在只简单地提出两点。 首先,求到就是直接点出了真正永恒不休的真我,也就是良心本性的发。 在物质文明远较精神文明昌盛的今日,假若迷失真我,我们的人生将有如行尸走肉。 若是正假为真,更使我们为了盲目满足下我,而做出害己害人的事情,造成自己在世时与死后的灾祸。 因此,求到启发了我们内在本的真我良心,真我,假我,且条融合,使我们的人生不论存墨,都是平安喜乐自在充实而有意义。 其次,求到也就是开启了我们身上的正门,又称良心之门,智慧之门,慈悲之门。 个门非常的重要,当我们要离开一间房子时,自然由大门离去。 如果刺门无法开启,而被迫从窗户或阳台跳出时,就可能会摔断腿。 我们的肉体就像一间房子,真我灵性就像是房子的主人。 当有一天肉体要毁坏时,真我灵性若不得正门而出,被迫令寻旁门。 其恐惧与焦虑是无法形容的。 这也导致了死后的痛苦与不安。 因此,我们可以发现到绝大多数的人灵中时,其肉体皆现现山将硬恐惧无助。 与挣扎之相,求到就是开启我们的生来死去之正门,也就是通天大度。 因此,我们今天很幸运能求到,求得三宝,打开灵性通天之正门,可以让我们找回真我。 认识我自己身上的道,自然以良心作为待人物之准则,使人生更有意义,更进而解决生死大事。 得到超生了此的保障。 百年之后,回到我们的来不家乡。 所以先天大道又是回天之道。 先天大道之宝贵,即是天经万点不如一点。 此点,此点打开旋观正门,佛门,天行大路一步直超极的永生之道。 此点宝贵,超佛乐祖,超经乐,点超越天地。 得到这一点宝贵,它是诸经之师诸法之王诸佛之天地之,不曰超生了此提的永生,不悔不灭之天天大道也。 此能及是人人原来不有的,必须返回天之道也。 此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? 我们今天很高兴能有这个机缘求道,能够开启良心之门,智慧之门,通天之正门。 这是第一步。 这宝贵的道,才能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福之义离苦的乐人生灾事,遭受种种之苦恼,就其根源皆起因于迷失了真我。 求道,首先就是让我们认识人人身上不有的道,召回我们本有至真至前至美至足圆满,永恒不求的真我。 在日常言行之中发挥真我,是我们一举一动皆能和余礼,至于至善,自然不会受周遭的人事物所左右。 我们的心也就不会患得患失。 心为一身之主,我们既然在心境上有所提升,自然不会与邪恶之事相感应,则不相随心转。 还可以改变命运,趋及彼凶,朝向光明,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喜悦,逍遥自在。 二,若比男子友人类文明以来,道的真意变代代单传独售,其末络贯穿了早期的主要文明,如中国印度等。 奈何,近百年来人类受物欲所比,在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中逐渐迷昧了良心,甚至竟相制造威力其大的杀人武器。 回顾数千年人类历史。 在近代短短短数十年间,便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,无数小战,伤亡无数。 滥用科技文明同时也损害了自然环境,造成大气臭痒层之破坏。 全球性系细后的改变,人心之变,散造了天灾人或连连,人类已为自己酝酿了一个空前的靠节。 因此,上帝红恩慈悲,特将大道谱传于世,以挽救良善。 求道以后,我们时刻存这道心,以良心待人处世。 当遇又人力不可挽救的灾祸时,只要成心使用三宝,必能灾地结。 逢凶化疾。 此事,验证甚多,不生美举。 三超生了四人生,又如一段苦乐相参的旅程。 遭受生存竞争衰老并痛死亡等困苦人皆难免。 而人间重重欢乐又往往是短暂一点的。 尤其当旅程结束时,终究成空,微速渺茫。 更不禁令人稀毒畅广。 是以智慧者又鉴于此,乃以超生了此。 追求真实永恒的人生意义,为人生至高之目标。 古代先修后的,因此故人为求超生了死。 尽必生之力苦修苦行。 仍难以仿的明师达成心愿。 如今大道库传,先造后修,在求道过程中, 天命明师一指,开启了我们通天正门。 先赋予超生了死的保障。 我们得到以后,认识了真我,以真我为主宰。 愿离邪心放念,让我们的心念言与行为。 无论在人处世皆何于良知。 百年之后,天我灵性自然返回不家乡。 永享平安喜乐。 四、成圣成贤求道也就是为我们种下一个成圣成贤的正因道种。 只要我们以智慧慈悲清净灌溉它,它必然萌芽开花。 结果,在此功利主义弥漫的黑暗时代,大道乃是光明的灯塔。 求道修道不仅让我们能够独善其身,更使我们有机会可以奸善天下。 求道之后,只要我们时刻抱着道心良心,在日常生活中真诚实践道的精神。 不计的人得失荣辱,努力使周围每一个人都可得想道的好处。 让道的光明照亮每一个角落。 尽其一生,精净不屑,则在世集成就圣贤事也。 归天之后,必正圣贤果未无疑。 千天大道的宝贵就是天道天命。 天命,就是三朝明师。 明师,一遍玄关开,打开正门佛祖来。 天堂飞在我身外,天上地下我都在。 此,乃千天大道的尊治贵制宝也。 先天大道的尊治贵制宝也。 千天大道的尊治贵制宝也。 先天大道的尊治贵制宝也。